請問今天的歷史題目是什麼? 鄧二第二次亮相 這江維啊他說 迂腐之見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我們的軍隊啊 士氣正在高潮 正在高漲 如果說我們放棄這個進攻的好機會 真是太可惜了 這個張毅啊 被說得啞口無言 他說 江將軍他老了嗎? 他怎麼跟諸葛丞相一樣 有一種急迫感呢? 這張毅啊搖了搖頭他說 既然江將軍質疑這麼做 做屬下的 我是個軍人 我也只能夠聽同指令 請江將軍拆遣吧 這江維啊 命令 這個夏侯爸 還有張毅這兩個人啊 攻擊敵到 城 但是呢 沒什麼進展 大家知道了嘛 攻城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打人很容易啊 然後呢 要登門拜訪的時候 要踹門就不容易了 何況是攻城 也不是像踹人那麼簡單 踹門那麼簡單啊 那 又不能 用腳來踹成門 立刻就把你射成刺蝟 用腳踹門的話 那可能還只是腳痛而已 這樣的話 那如果用腳踹成門的話 那肯定被射成肉 射成了海膽 哎呀呀 這樣的話呢 攻城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而且還有壞消息 一到城呢 北邊來了一標人馬 正是鄧愛 嗯 江偉說 鄧愛這個傢伙 他的名字我好像有聽過啊 夏侯爸說 報告將軍 我多年前就有跟你講過 鄧愛和忠惠是衛國的兩大才子 您千萬要好好的提防他 尤其是鄧愛 現在我們面對的難題是他 這個鄧愛啊 他的自我介紹 我想說書人已經說過了 不需要再說了吧 江偉說 我當然知道說書人說過啊 江偉說 嗯 夏侯將軍 你呢 首先看一看鄧愛這人怎麼樣 嘖 他說話雖然有點口氣 可是問題是 頭腦是蠻明智的啦 嗯 江偉說啦 夏侯將軍 你真的這麼認為嗎 是啊 嗯 我知道了 我今天就要讓鄧愛的威名一筆勾銷 夏侯爸嚇了一跳 他從來沒有聽過江偉這樣子說話過 就這樣啊 江偉他啊 他就說 張毅 明智 張毅和夏侯爸兩將繼續攻擊敵道吧 現在鄧愛的軍隊遠道而來 肯定是累 肯定是很累的 和我打得他們 潰不成軍 說完之後 江偉就帶著一些人馬走了 衝啊 這江偉就殺呀殺呀 帶著人馬衝進了這個峽谷之中 這個時候啊 峽谷之中啊 峽谷之上 突然傳出了 咚咚咚的骨声 然后啊 炮声一响 姜维吓了一跳 环顾了一下骨口 哇塞 全部都是卫国的 卫国的菁奇 姜维说 糟了 重计了 惨了 我竟然还在夏豪爸面前说什么 要把灯爱的威名一笔勾消 我真是个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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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傻瓜 说完之后啊 这姜维立刻就没命的跑啊 跑啊 还能带着士兵没命的跑啊 还顺便啊 告诉张义和夏侯爸 弃敌到回汉中 这姜维啊 虽然算是没命的跑 但是他跑的比其他士兵慢多了 因为他要断后啊 到了剑阁啊 他才发现啊 被骗了 怎么被骗了呢 原来 魏国的那些惊奇 鼓声还有炮响 都是虚设的 这姜维气了要命 嗨 姜维啊摇了摇头 他说 嗨 我怎么自己下自己 真的啊 我真是个大傻乖啊 说完之后呢 姜维啊回到了汉中了 向刘禅 报告了这次战况的经过 刘禅说啦 江将军 虽然说你这一次啊 是被吓好的 不过啊 你背水一战 打得很出色 我呢还是要决定要 奖赏你 这姜维谢了恩 他说 皇上 我打算 再去进攻卫国 刘禅吓了一跳 他说 马上吗 是啊 学诸葛亮的四五次北伐嘛 马上啊 好 就这么办吧 梁朝武器 我会帮忙 我会帮忙 运送的 好 就这么办吧 这姜维啊 非常开心的 又到了汉中 训练兵马 这个姜维 会 姜维打算再次的进攻卫国 他这一次进攻卫国会怎么样呢 请接下来分享